原标题 5G时代 手机没有这个功能就要换了 大概多少钱一支呢 目前5G的协议只是到了R15版本 也只定义了 M增强移动性宽带 所以目前要出的5G手机 只需要支持M的参数 也就是下载可以达到10千兆比特每秒 同时因为目前的手机基本是全网通手机 则还需要支持4G、3G、2G 因为移动的3G TDSCDMA已经计划退网 所以手机需要支持5G、4G、TDLTE和FDDLTE 3G不差2G、CDMA和DSM 也就是6模手机 5G手机由于需要高速下载 至少需要支持RT4R 所以终端会引入天线阵 对天线的性能要求极高 生产厂商在整个手机的设计上要花费不少 而且因为整个手机的性能要求极高 对原器件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也就是材料会更贵 5G手机还要交各种专利费 目前多摩手机高通的收费标准 是手机的售价的5% 总之5G的手机开始只是支持高速的下载 而且开始的价格开始肯定不会便宜 不会有低端机 个人预测5G的手机最便宜的也应该在3500元以上 应该不会有太便宜的5G手机 5G手机有什么功能? 5G就是让你的手机往速变得更快 所以你问我5G手机干什么的? 我告诉你就是 你看视频速度秒开 游戏不卡顿 视频聊天不顿挫 一部电影在一秒左右就能下号 5G归根结底 就是给我们提供更快的网络传输速度 它将应用于更多的场景 比如物联网等等 所以按照现在的预估一部成本几百元的手机 报去专利费 价格肯定会提一提 未来值得期待 但是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5K有很多硬伤需要我们去等待 1.信号覆盖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步入了4K时代 但是这么多年了4K网络的覆盖问题仍然很大 可以想象科技含量更高的5K网络 信号问题依然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2.流量资费的问题 4K刚上市的时候 有一个段子很了流行 一眼被关数据 一套房子没了 当然这是段子 但是也从一方面反映出资费的问题 虽然在工信部的干预下 但也仅仅起到一点作用 可以想象5K时代以后 如果资费降低的力度 没有网速增加的力度大 那么5K就没什么意义了吧 3.手机续航问题 5K手机值得期待 可能会快的飞起 但是电池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总不能随身带各种电源了 从2K开始手机的续航 再一点一点变差 目前大多数手机能保持一天一充就已经很棒了 但要保证5K的那样运行速率的话 就真的很难做到 从手机的功能角度 它没有太多的变化 支持信号方面 2K的慢 4K快 手机硬件 屏幕更清晰了 处理器速度更快了 内存容量变得又大很多 摄像头拍出的照片更加清晰 上面两段文字足够说明问题 那就是5K来了 只是网速更快了 它代表不了什么5K手机 只是网速更快了 仅此而已 到那时候会有什么功能 小编我能想到的是 云服务会做得更出色 也有可能实现完全云端的手机产品 也就是说网络发达了 手机就是一块屏幕 一切重大的运算都在云端 5K只是信号的提升 网速的带框更好 现如今使用2G 3G手机的朋友还有很多 不妨你看看他们 就知道我说的话对不对了 5G一时代 流量容量和网络效率将提高100倍 延迟将大幅下降 以提供更及时的实时访问 理论端到端延迟降低10倍 达到1毫秒 高通最近的用户体验测试响应时间只有8毫秒 早知道平时使用的4G网络及时环境好 也一般在40毫秒左右 下图为高通5G测试数据 既然网速好了 那么与网络数据传输相关的功能将逐步打开 比如沉浸式的视频通话 手机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开发 充当物联网终端 比如无人驾驶 智能家居控制等等 爱玩温戏的更能体验到手机的流畅 不抢了几乎没延迟了 5G的到来 是会让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